在北京外交部就涉疆问题举行记者会 多名来自新疆的企业代表 强调新疆没有强迫劳动 当我说欧美制裁长远来说 对新疆不会有太大影响 驻北京记者郭永恩报道 欧美等多国先后指控新疆有强迫劳动 侵犯少数族裔的自由权利 在外交部记者会 有来自新疆企业的员工出席 表明自己是透过招聘广告认证 工作之后家庭生活有改善 否认当地有强迫劳动 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养活我们自己 补贴家人 这难道有错了吗 欧美早前就新疆问题 分别制裁中国官员和企业 新疆维吾尔治治区人民政府说 制裁从短期来看 好像来势洶洶 但长远意义没有太大意义 靠制裁打压 是根本就阻碍不了企业 或者产业的发展壮大 因为这是市场规律 那么更重要的是 美西方的无理制裁 让中国民众 看清了他们假人权 争霸权的面目 必将激发支持新疆 受制裁的产业和企业的热情和动力 推动这些产业和企业度过眼前的困难 走向成熟强大 今次是外交部就涉疆问题 近月举办的第八场记者会 当局和在场的新疆企业 多次邀请外国企业和媒体 到新疆了解实际情况 无线烈士驻北京记者 郭永恩报道